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AS 今天是第三期 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坐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工程目录结构 咱们上一期使用NAS 咱们建立了或说初始化了一个咱们本地的工程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 它给咱们建立好的工程目录 里面都有些什么内容 咱们该怎么理解 该怎么使用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NAS.js工程目录结构的作用 好 那咱们先少续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先看我的课件 我的课件把它生成的目录 以及一些重要的文件都列出来 好不好 其实在这课件内容没什么 那么咱们干什么 是这样 咱们上期不是已经建了一个工程吗 大家请看 我用另外一个VS Code把这个工程打开 那么今天咱们就一个个看一下 好不好 然后在后台 我其实已经把这个工程运行起来了 对不对 运行起来之后 会和不运行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运行起来之后 大家请看 就会多了一个带点的这么一个NAS的目录 对吧 它其实是临时目录 这个目录不归咱维护 是它在运行时生成的一些个自动的文件 这个99.99%的情况 咱们是不用去动的 它是一时生成的文件 好不好 咱们不用去管它 所以说这个咱把它关上 当然了 如果说您有兴趣去了解一下 NAS内部的工作机理的话 您可以打开这个文件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你看像还有这个Mixing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VUE的全局函数 对吧 包括这个Axios 这个是我在处置化这个工程时 想用到这个酷 所以说大家请看 它也把它这么打包进来 对吧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目录 了解它内部的机理 咱们就不研究这个东西 好不好 OK 那咱们往下走 大家请看 Assess这个目录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咱们要开发一个APP 或者开发一个网站应用程序 有好多咱们自己内部资源包 比如说一些个这个公司的logo图片 您自己建网站的 您自己的logo 一些个重要的资材 对吧 一些个这个内容 要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放到这个地方的好处是 当咱们发布的时候 它会把它变成咱们的APP的资源 一起打包 这是发布的好处 当然了 它还有一个同样功能的 叫做static 这是什么吧 这也就是说 比如你放一些这个launding page 比如说您要公司要做网 做这个广告 对吧 可能这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五 要做一个促销活动 那个咱们就不要在这个广告领域 叫做这个launding page 对不对 像这种launding page 就放在这个static目录下 好不好 OK 这个是这两个目录 都给你介绍完了 它是放置一些静态的内容 assess是用于打包 stack是相对比较灵活 它不参与咱们内部的VoE 和NAS的编译处理 比如说 您可能要有自己的一个单独的设计的一个网页 您如果放在其他地方 它可能会按照VoE的语法进行编译打包 您放在这个static下面 它就不会再去做这个检测 好不好 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好 咱们再往下看 assess说完了 咱们放些图片 放些咱们公司的logo图标 对不对 OK 当然了 图片您也可以放在这个static下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看这个组件 咱们VoE开发 特别是您用过VoE CLI开发的时候 是有同样的目录的 它在什么 它存放一些个咱们页面上的组件 因为是这样 咱们VoE一个页面 一个网页是由什么组成的 对 是由各种各样的小组件 拼在一起 变成一个网页 对吧 那么那些个小组件 放在什么地方 就放在这个components 这么一个文件夹下 它和VoE CLI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呢 组件的引用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今后课程会给您讲解 在这个Nux里面 在组件引用是非常简单 大家请看 咱们生成这个目录之后呢 它会给咱们一个默认的组件 显示一张小图标 大家请看这个组件的内容 这个内容啊 其实就是标准的VoE的组件的写法 完全没有区别的 对吧 这是模板 然后下面呢 是这个样式单 然后呢 中间咱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脚本 输出咱们那些个代码逻辑 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这是标准的VoE的组件 好不好 OK 关上 那么咱们在写咱们APP的时候 咱们要用各种各样的组件 那么比如说 我可能这个有20个页面 对吧 可能要有30个组件 对吧 你30组件如果都放在这个目录下 其实不好管理 对 它其实呢 还支持子目录的概念 您在这呢 可以做一些您自己的子目录 然后呢 把您的这个组件进行分类 比如说像我要做项目的话 我特别喜欢提一个 叫做share的这个目录 干什么呢 比如说 我放一些这个 页头 页角 对吧 放些公用的信息 然后您可以建 比如说你low in用到组件 对吧 一览 商品一览 用到组件等等 您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用目录呢 把这些组件进行规划 规划完之后 再在页面上组织调用 以及显示 好不好 这个是个组件目录的功能 OK 建各种各样的小部件 小组件 好不好 OK 再往下 layouts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录 它记载着什么 它记载着咱们整个APP的布局 目前呢 它只有一个叫default 就换句话说 您如果什么都不写的话 那么它就认为走这个default.we 这个页面布局 其实咱们在一个这个APP中啊 可能有多种布局 比如说 有的页面 我可能要使用这个上中下布局 对吧 有一个页头 有中间的内容 还有一个页角 对吧 有的页面呢 可能是左中右布局 对吧 左边站三个宽 右边站三个宽 中间站六个宽 对吧 您可能有这种各种各样 根据用户使用的功能不同 您的页面布局呢 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对吧 那么在这个文件加下 咱们就去定义 咱们APP中会出现哪些个布局 在这个地方呢 都可以自由的定义 好不好 今后课程中呢 我会给您讲到 如何定制布局 到时候呢 我会给您讲到 咱们默认布局之外 比如咱们就建一个新的页面 这个新的页面 就想和别的页面之间的布局不一样 该怎么做 我是会给您讲到的 好不好 OK 其实布局内容进行单 你看 其实什么都没有 就是它内部的一个 带个tag的输出 是吧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中间键 中间键的概念 有点抽象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您用过Node.js Express.js的话 您大概能够理解 什么叫中间键 它的系统启动时 会向系统里面 注册一些个内容 换句话说 增加一些个功能 比如说 以前我在做这个Express 跟Sales的时候 经常用到什么功能 经常用到中间键的什么功能 一般都是用于用户信息的认证 以及log的输出 这是我以前用中间键 主要用的是这两项 宁可还有些其他功能 也可以用到 但是我一般就说 比如说用户访问了哪个URL 把URL记载到log的文件当中 还有说 用户访回来之后 他的请求头里面 有没有认证信息 如果有人认证信息 往下传 没有认证信息的话 给他报个403 挡住等等 这些个细节的功能 我都是在中间键中完成的 好不好 我这套课程 没有涉及讲中间键的 目前我做课件的 还没有涉及讲中间键 但是如果大家说 有需要 小马能不能讲讲中间键 该怎么开发 我也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 Page 这是重要的 这个虽然叫做Page 但是咱们大家看一下 它只有index 它里面其实还是一个组件 对吧 哇 又删了 大家请看 它其实还是这么一个组件 对吧 它也是个VUE的组件 但是这个组件 撑起整个页面 对吧 这个里面的内容 输出 输出到什么地方去 就输出到 刚才咱们layout里面 的这个地方 Nex Tag这个地方 这Nex Tag负责组织 各种各样的文件 组件 然后把它拼成HTML 然后输出到这个地方 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咱先把它关掉 OK 那么有朋友说 我的这个网站 或者说我的APP 想建多个页面 多配置 该怎么做 太简单了 在这个目录下 您就建 比如说 我现在就给您建一个 比如说您是index 对吧 咱们再建一个about VUE 对吧 这个大家请看 虽然我建的about 它里面其实还是标准的 VUE的写法 VUE组件的写法 没有问题 比如说咱们再建其他的 home都可以 您的页面 比如说有哪些个 您的网站 有哪些页面 这个地方您就可以建哪些个文件 当然是需要您自己规划的 对吧 不是说想建就建 因为有好多页面 是需要接收参数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是在系统设计时决定 咱们系统中都有哪些个页面 然后哪些个页面 接收哪些个参数等等 这是在系统设计时 需要定下来的事 OK 这个目录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咱们APP中 或者咱们网站中 有哪些个定的页面 静态页面 在这个地方要写 如果是动态页面的话 这个地方稍微还有一点其他的处理 为什么 因为要接收参数的处理 这个我今后会给您讲到 其实也是很简单 好不好 OK 这个目录存放了 咱们整个系统的页面 好不好 有多少个画面 有多少个页面 这就写多少个 没有问题 目前先简单的这么理解 OK 关掉 插件 是这样 这个插件 我想和这个地方 并没有写出这个目录 和另外一个概念 模块 咱们一起讲解 好 咱们先看一下我这个网站 这是它官网 对吧 咱们进到这个DOC 然后咱们看它这个工程目录 这个也有个工程目录 这个工程目录里面 大家请看 有一个是 我在哪了 这 普拉比 这个是插件目录 这个目录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目录 对吧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模块 这 大家请看 这是个模块 这两个目录 为什么我要说一起讲 因为这两个 今后我还会给您单独讲 为什么一起讲 咱们回到这个工程目录 是因为 什么叫做模块 Modules 对吧 它是Nax的官方 支持的一些个功能 比如说Axios 咱们刚刚看到这Axios 是吧 咱们看一下 这个Axios 它不是VUE的 也不是Nax的 它是第三方模块 对吧 那么Nax的公司 或者说Nax的开发团队 它想让这个Nax框架 支持Axios 怎么办 它就为针对 这个Axios框架 开发了一些个支持的模块 对吧 咱们只要调用官方的 你要说调用Nax官方的 Axios模块的话 就能够在咱们工程中 自动引用到Axios的功能 好不好 那也就是说 市面上 对吧 有很多的GS的酷 对吧 Nax呢 它不能说全支持 它是支持一部分 那么它支持了这部分的功能 就叫做模块 对吧 所以说咱们看 这模块里面 有个列表 这列表里面 列出了将近200个 156个 对吧 是内部它支持的功能 所以说 它把它支持了 已经它写好的 比如说Bootstrap 它叫做模块 OK 那么问题来了 市面上还有很多GS组件 它还没有支持 它还没有现在支持的 那么怎么办 那么咱们就要把它做成插件 咱们自己写代码去支持 让咱们Nax的工程认到 好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不知道我有没有给您讲明白 一个 Modules 是官方 Nax官方支持的功能 然后 插件 是Nax官方 还没有支持功能 咱们自己去写代码 把它引入 Import进来 就这么一个区别 大家要注意 好 如果没讲明白 没关系 今后课程 我会给您讲到 模块的使用 以及插件的使用 都会讲到 请不要着急 好 接下来 Static 这也没说的 这就是一个静态的目录 您可以放一个广告的 Landing page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吧 它是静态 当然了 图片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OK 接下来 Store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状态管理 这个是咱们在开发 APP的时候 必不可少的功能 它其实是VUEX的封装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开发一个页面 或者说 开发一个页面中 有多个组件 那么咱们页面与页面之间 需要有一些个数据的交换 换句话说 咱们组件与组件之间 要有一些个数据的交换 VUE官方给咱们开发出来了 VUEX 就是让咱们解决 这个状态管理 数据交换的功能 对吧 那么 Nux在它的官方里面 对VUEX支持的非常的好 它在这个地方叫做Store 咱们在这里面 建咱们自己的VUEX的模块 或者说文件就能够非常方便的让咱们组件间进行数据通信 这个我今后一定会给您讲到 大家不要着急 而且我会给您讲到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 让您能够快速的共享页面之间的数据 是没有问题的 课件我都已经做完了 今后咱们一点点讲 好 这是非常重要目录 大家一定要会 接下来 这是编辑器选项 是这样 前两天有位朋友给我留言说 我想把我这个VSCode整理下代码 让这个空格有两个平成四个 但是怎么总做不到 是因为这地方 大家认识 这地方它设立了一个 Intent 2 把它改成4 这样的话 您在整代码的时候 就是四个空格了 OK 这是一个题外话 这跟Nex没关系 好 关掉 这个是Git 这是忽略文件 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用Git都知道 jsconfig.json 这个不是Nex的功能 这个是VSCode的功能 来描述 咱们当前工程 是一个GS的JavaScript的工程 它里面有什么注意事项 在这个地方描述 让VSCode知道 好不好 它不是Nex的功能 OK 把它关掉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是Nex的核心配置文件 里面咱们要用到的什么模块 用到什么技术的细节 都要在这个地方配置 比如说 大家请看 咱们页面该如何渲染 页面上的Tiger该怎么使用 对吧 咱们要不要额外的CSS 咱们要不要设计一些个自己的插件 对吧 包括这个内部的模块 以及模块的编译 包括像这个 咱们用到第三方Axis Axis Axios 对吧 在这地方要描述出来 咱们一些这个模块使用时的一些个Option的信息 包括咱们在编译时 要注意一些什么内容 都会在这个地方进行配置 这个其实可以开另外一门单独的课程给您讲解 这个今后随着咱们开发各种各样的不同功能 用到的地方 我会在这地方给您讲解 最常用的是上面这个 对吧 您页面输出的时候 页面Title该怎么输出 Meta信息该怎么输出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手工的配置 好不好 OK 关掉 然后是这个Package 这没什么可说的 这就是说咱们工程现在依赖哪些个包 比如说大家请看 Axios 对吧 它是第三方的包 对吧 但是Nux它支持它 把它变成模块了 所以说咱们不直接安装Axios 而要安装Nux下面的Axios 这样它内部会给咱们集成好 它自己可以帮咱们管理 让咱们省很多事 对吧 如果官方不支持 那咱们就要写插件 对吧 OK 咱目前支持 目前我安装的就是这三个库 有朋友说我还想安装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Bullstrap 对吧 在这地方都可以安装 今后我会给您安装 然后是它默认地执行了几个脚本 开发用这个 然后编译用这个 然后官方运行 如果您是SSR 想在产品模式官方运行的话 执行这个Start 如果您是静态网站 需要生成一些个目录 用Generate 这是它给咱内部的设计的命令 咱们今后也会用到 OK 最后这个ReadMe 没什么可说的了 写上一些个 该怎么使用 对吧 OK 那么这就是NAS 给咱们动态生成的工程 大概的目录的一些个功能的介绍 我应该是给您说完了 如果没说清楚的话 您给我留言 咱们可以再相互的讨论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时间也有点超了 我今天这个课件虽然没什么内容 我的代码呢 也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